就是如果將來你希望除了輸出這個判斷的資料的結果 不一樣比如ABCD 之外的話呢我還是希望輸出資料的同時 也順便幫我把它的格式變更 那比較長這個我只有列出比較常用的格式包含就是說 如何變更字的顏色 第二個的話呢如何變更 儲存格的底色 第三個的話呢如果變更什麼 框線比如說那個儲存格的框線顏色 或者框線的樣式啊其實也都可以變更 那最後的話呢就是變更什麼字的出體或這個包不是出體 那這邊的話各位可以參考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第7頁啦這個就是一個 這個大概是其實比較常用的應該變更顏色就還蠻好用的 我先舉個例子 像假設我們這個稍微ABCD比較複雜 我們乾脆改這個好了 如果今天希望 把那個層積嘛層積這個這個按下去是合格不合格吧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多一個功能 比如說呢 多一個功 多一個格式 合格是綠色 不合格是紅色的話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該怎麼做 以前的話你可能要設定格式化條件 這邊從設定格式化條件 如果裡面是合格那就是什麼顏色 反之就是 其他顏色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假設我拿這個來改 這個層積嘛 按右鍵 其實你可以 從這邊叫也可以 或者你 我習慣從這邊叫按右鍵 指令聚集的時候 然後你就這邊有個編輯 你就按編輯 他就幫你把這個 按鈕裡面的層積調出來 或者你可以從模組再打開啦 不過我覺得從這邊比較快一點 那如果我今天合格 要是綠色的 不合格要是 紅色的 怎麼做 特別注意喔 一 請你在輸出資料的下 一行 輸出格式 也就是輸出資料之後 那我再把它變個格式 OK 那格式要怎麼變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 我們就是在底下 一樣喔 字的顏色嘛 那首先的話 你可以打一個Sales 那一般是這樣啦 如果你刮 刮弧打了之後 你會把 點下去之後 其實理論上 他這邊 點下去 他不會提示啦 所以我的習慣是 刮弧先不打 先 點一下好了 你會發現他有清 其實他就跳出什麼 這個儲存格物件裡面 他能夠用的 屬性跟方法 屬性的話就是他裡面可以變更的相關的資料設定 方法就是他有些 做什麼事情 其中的話 有一個屬性叫 字型 字型 所以 F-O Fone 有沒有 你就找到Fone 字的顏色 再點一下 你看 Fone Fone 字型 裡面的顏色 Fone color 有沒有看到 另外的話 其他你可以猜得到了 Fone name 字的 什麼 名稱 有沒有 星系名體 或中黑體 或者是Fone size 字的大小 其實都可以從這邊去做變更喔 那我只要變更他的字的顏色 就Fone color 字的顏色等於什麼呢 要綠色的話 那綠色的話怎麼設定喔 特別注意以後如果 在VBA裡面 你想到字的 顏色的部分喔 我是推薦你們喔 可以記一個函數叫RGB R 顧名思義藍 紅色 G 綠色 B 就是 藍色 刮鬍之後 後面呢 給他你要的 顏色 他 最小是0 最大是25 就是 二的八四方 等於是八位元的顏色 那 也是紅色 如果要綠色的話 你就是 沒有 沒有的話就0 沒有紅色 要綠色 25 不要藍色 0 OK 這樣的話呢 就綠色了 OK 好 那記得喔 最後再把這個刮鬍 把它補上 如果你沒有補這個刮鬍的話 他會變成整個工作表全部的那個喔 全部的儲存格 字的顏色喔 都變成綠色了喔 那就不對了 OK 那不合格的話就簡單了 你就直接拿什麼 拿上面這個拿來就好 把它複製貼過來就可以了 然後呢 紅色 不合格嘛 我就把什麼 255放在哪裡呢 紅色的地方 把0 放在 綠色的地方 那這樣就是紅色的意思 OK 那你說老師 那可是我以後要多一點顏色 怎麼知道 顏色應該怎麼分配RGB呢 其實很簡單啦 以後喔 如果你要 知道什麼 哪個顏色你不知道 沒關係 油漆桶這個 有沒有 一般是 點下去啦 就是什麼 點旁邊不是可以選顏色嗎 那你只要找到其他色彩 如果你今天要什麼顏色 你就點什麼顏色 比如說黃色好了 那你在點旁邊不是有個字 他會出現什麼 R G B 有沒有 如果你要黃色的話 怎麼調啊 紅色 加綠色 就是 黃色 OK OK 如果你要 把它改成 淺黃色怎麼做 很簡單嘛 往上拉對不對 拉到這裡 這樣就淺黃 那你會發現 這邊好像 數字增加 如果藍色數字增加 那就是淺黃色 這個跟那個 你那個水彩的原理 差不多 所以你們 家裡如果水彩 你把紅色 加綠色 調一下 馬上變成黃色 OK 所以其實 差不多一式啦 OK 只是說 這個是用在那個 VBA裡面RGB的部分 OK所以以後啦 當然其實沒事也不用調那麼複雜的顏色啦 反正大概知道一下幾個比較重要的顏色就OK了 另外可能比較常用像 白色怎麼調 很簡單嘛 全部拉到最上面 2552525就白了 那黑的怎麼調 很簡單嘛 拉到底 全部淋嘛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啦 好那我們如果 設定完之後的話 程式也寫完了 那我們來跑跑看 這個是 輸出那個 合格是輸出 綠色 不合格輸出 紅色 多一個安執行 那你會發現 有沒有 字馬這樣變更了 OK 只是說的話 那個會有個問題啦 因為如果你現在 假如說你執行那個什麼多重的話 你會發現 這邊喔 他原來的這個格式有沒有 你假設清除啊 你會發現喔 這個清除啊 只會清除字的 什麼 字的 資料而已 他並不能清除什麼 清除格式喔 所以如果說你假設要把那個格式給清除的話 恐怕另外再寫一個 可能要這樣 格式的話清掉的話 那恢復了恢復的話 可能就是要把那個 假設清除啊 你變清除 底下的話 變成你要在 把字的顏色變為黑色的話 那怎麼改 一樣嘛 就是在清除下面多一個 Fone Color Fone's the color Fone's the color 等於什麼呢 把它改為黑色 黑色的話什麼 RGB Fone's the color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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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樣的話就改回黑色的 記得啊把光圖再補上 這樣的話呢 才會清除 除了清除裡面的資料之外 又會清除 把那個字 其實也不要清除啦 把字恢復成黑色吧 OK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我這樣改 剛這樣子 OK 然後這個清除掉有沒有 再按一下多重看看 有沒有就全部變黑的 不然的話呢你會發現 按下去說你清掉 假設啦你剛剛那個清除是這樣清 你就按這個啊 哇 他變套用了 固定了格式沒有 把它拿掉 所以我們剛剛加了一個 加了一個這個清除 把字的底色 改為黑色就好了 OK請各位試試看 可以拿到 你們是不是 上次 看一看 他把 打開 打開 讓你